你好,我是陈天 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RUST的红编程 今天我们主要要学习的内容是构建过程红 也就是procedure macro 然后我们主要会去讲解如何构建一个derive macro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代码里面看到的 就是用警号,然后方括号里面括着的derive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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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讲中 我们就是定义了很多enum 然后这些enum呢 有很多value 比如说假设我们就要direction吧 然后这个value是up 然后里面我们给它放了一个数据 这就这两种 OK,然后我们有struct up struct done 我们当时是想让它自动生成一个 就是从up 然后into到direction这样的红 因为这个会非常有意义 我们可以避免少写很多的代码 就这种类型的转换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红能自动帮我们完成 当时因为我们使用了enum dispatch enum dispatch内部自动帮我们实现了这个东西 所以恰巧我们不需要使用手写的这个from 就是我们想达到的就是fromup 或direction 那这个代码其实很简单 就是fromv是这个up 然后result是direction 然后这里其实我只需要direction up 然后把这个v放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代码如果我们手写的话 就其实是很很费劲的 也没有必要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derivemacro 自动来完成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构建一个过程红的一般的方式 就是首先它的输入和我们普通程序的输入 不同的是普通程序输入的是type 对吧 某一个type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 这个放到这儿 我们给它做一个处理 这里可能是某些process 然后返回 另外一个type 这是普通代码的一个function 它做的事情 那一个macro呢 我们做的是 就是它的输入是一个tokenstream 然后这个tokenstream里面我们需要把它里面有用的类型 有用的数据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去 这里用data比较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 做各种各样的转换 然后最后生成出新的tokenstream 然后这个tokenstream再转化成这个输出 然后给到ROS的编译期 也就是说在编译阶段它会完成这段事情 然后function的话是在运行阶段完成这个事情 而且function接受的是数据类型数据 然后处理这个数据 然后返回 macro稍微不同的就是它中间 就是处理数据是一个中间过程 它的一头一尾都是tokenstream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构建一个过程红 那要构建一个过程红 首先我们需要去声明 这个我可以不知道了 声明这个lib是一个proc macro 对 但要注意的是一旦做了这个声明 那这个create就不能去export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export的一些function 或者说export声明红这样的东西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先移走 像这个我可以移到这个myvac里面 然后mytry的代码我移到mytry下面去 然后myready代码我移到这里去 然后lib就让它保持是一个空的状态 然后这里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块也是没有mytry 这块也没有myvac 就所有的这些声明红 我们都把它放到这example下面 example相当于是独立于这个create的一个东西 你看它去掉create里面的东西 都是需要去use这个create的名字去访问 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个独立的create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现在我们整个代码就干净了 我们先commit一下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都做了什么 commit的时候 leap这里出错了 我们现在说这是proc macro create ok 我把这个代码commit refactor change create to proc macro 一旦完成这个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create清空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在一个replo里面 需要做proc macro 那么你可能需要把replo变成一个workspace 就是里面有多个create 我们在之后会具体来去使用workspace 那这个我们因为很简单 我们就还是就这样处理一下 ok 好 那上一节的那些代码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对吧 还是正常运行 好 那在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目前 需要去引入一些新的东西 那之前引入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def dependence一下了 因为它只是给example用的 然后我们在正式的dependence下面 我们要引入cargo add proc macro2 然后我们要引入syn syn的话一般你最好还引入它的example trait 这里面有一些额外的帮助我们去构建代码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再引入code code是用来生成代码的 syn是用来解析tokenstream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构建proc macro 所需要的基本的要素 好 那我们想做的第一个proc macro就是 for enum we'd like to generate from for each variant 对 这是enum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ok 嗯 我们就只关心enum 我们就只关心enum 因为对于struct的话 我们我们并不用管它 好 好 我们可以 看这个 过程红 就是 我们要做一个proc macro derive的话 我们首先要声明它这个 红的名字是什么 就这个函数名其实无所谓 但是这个红的名字就很重要 嗯 嗯 我们可以叫它 嗯 叫什么呢 enum from吧 好 然后我的函数名叫 derive enum from 然后它 input的是一个token stream 然后这里注意要使用这个proc macro的token stream 然后返回的也是一个token stream token stream token stream 好 然后这里最后我们返回的应该是一个 呃 就是一段代码 对 对 然后这段代码应该convert成 这里有个错 Use code code 对 然后这 这段代码 must be pop 这里 这段代码最后需要返回 嗯 一个 code 但注意code返回的是 这里的token stream是proc macro2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proc macro2的 这个返回 code return proc 呃 macro2 token stream so we need to convert it to token stream 好 那现在就是这个input 我们可以使用sync的这个parse macro input 然后让它input是一个derive input 呃 那这里我们就把它打印一下吧 就先看看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会有助于我们来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example下面就可以去生成一个 嗯 叫enum enum macro s 好 那在这里我当然需要一个function mean 去处理事情 然后 呃 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个enum 然后这个enum是direction 像我刚才说的 然后它有up 有down 我就要这两个 就东西 少一点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 呃 看清楚里面都有什么 然后我们要去derive这个enum from 好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 呃 自动帮我引用了macros enum from 然后在min里面呢 呃 呃 direction up 然后struct direction up 然后struct direction up 42 好 然后我打印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它没有debug 我给它加上debug cargo run 刚刚example 呃 叫enum macro 编译这个sync 还有quot 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呃 这里可以看到 哦 有错误 编译错误 好 好 可以看到在编译期这个derive input被打印出来 而在运行期这个up的数据被打印出来 所以我们更加确定就是红它是在编译期运行的一个数据 ok 呃 这个warning比较讨厌我给它 呃 allow unused allow unused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derive input里面有一些attribute 那我们这个红 里面并没有任何attribute 假设 或者enum from from 里面有一些额外的这个metadata的话 那么会捕获到这个attribute里面 然后它的visibility 没有特别的visibility 没有特别的visibility ident是这个direction 这个是identifier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信息 呃 我们到时候要生成 呃 我们可以自己生成一下implement from direction up for direction 可以看到我需要direction up的identifier 我需要direction的identifier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需要的它非常重要 啊 然后呃 generics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并不去碰这个generics 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带一个t的对吧 呃 那我们implement的时候也要带着那个那个t去implement 呃 这个就会变得复杂一些 我们先处理最简单的情况 然后慢慢在网上去加码 然后就是它的data啊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首先它的这个data的类型是一个enum 啊 然后我们需要的它是它这里面的variant 然后第一个variant是up 然后 对我们先看大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variant是up 然后第二个variant是down 呃 第二个variant很简单 因为它只有 只有这个呃 ident自己 呃 它没有任何fields 看这fields是unit 好 呃 comma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用管 呃 然后这块 就是这里它有一个fields 这个fields是unnamed 然后这个unnamed 然后这个unnamed的里面是一个数组 然后它是一个类型 然后这个类型一路走下来到direction up 所以我需要拿到这里面的这个type 然后才能凑齐 就是我需要拿这个type放到这里 然后拿那个ident 一开始这个ident放到这里 然后这个type的 然后还要找到这个up up是这个ident 我放到这里 然后就可以生成这样一段代码了 对 所以我需要找一个 两个 三个数据 这三个数据 是我最终 生成这段代码的一个 核心的数据 OK 所以我现在拿到了这个input 呃 然后我先要拿 呃 就是 enum ident type get the ident 好 那这个input下面的ident 我可以直接拿到 对吧 然后get enum variant 那这个variant 那这个variant我们可以match input的data 如果是 dataenum的话 那我们就返回这个variant 然后对于每个variant for each variant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get get the ident and fields 这就直接帮我把 哈哈 哈哈哈 代码都生成了 所以对于variant我们可以去map 然后每个variant下面 又有 又有 这个ident 拿到这个ident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的field进行处理 如果它是一个named field的话 对于 对于named field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对于named field我应该不去处理 就是目前我这个方法 我不支持 对于named fie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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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没办法生成这个implementation的 然后我也生成这个 iterempty吧 然后对于 unnamed field 我应该只支持一个 好 unnamed field 我这样 only support one field 所以 if user named lens不等于1的话 我也是返回这个empty 否则的话 我拿到这个field 拿到这个type 这时候我就可以生成它的代码了 对吧 这个 这些场景都生成的是空 这里不要let fields了 我直接let这个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生成 相应的code 这个code是什么呢 是ident ident 然后 这个叫variant 好 然后这里 应该是 variant 到这个ident 应该是from 这个type 到这个ident 然后ident 我们需要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ident 冒号冒号var 然后这个value ident冒号冒号var 然后是v 那则成这样一个代码 if的话 这里应该是code 空 这里的话code也应该是一个 对于unit的话 我们也啥都 不做 然后 然后这里也是 然后这里也是 返回空 OK 这里就是一堆的 token stream 然后这是一个map 那这就返回 然后这里是 implementation 然后最后这个code 最终的代码 就是这个在into 好 这个fuse不需要 如果它是namedfuse的话 我不支持 就我不生成 如果是unit的话 我也不生成 我只生成 这个东西 就是只有它是unnamed 并且只有一个的情况下 我生成 这里 用expect 吧 should have one field 然后这里就会告诉我conflict implementationof from direction up for type direction 因为我已经自动帮它生成了 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删掉之后呢 我可以让direction up 直接去into 然后这里需要type annotation 我可以implement direction up new 这样写比较好 new 42 42 好 然后 就用into吧 然后这里 direction 好 那貌似我们的这个代码就成功了 对吧 然后这里我可以不需要再打印这个print了 这句我可以删掉 这句我可以删掉 然后编译的时候 然后编译的时候可以去正常使用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看这个东西是怎么运行的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就这个红 是怎么样去展开的 我们可以使用cargo expand 然后需要去cargo install cargo expand 这个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 我们看整个这个代码的逻辑 其实就是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数据结构 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数据结构 就你需要处理的就是从derive input里面找到你所需要的数据 然后那找到什么样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implement from direction up 这里我现在不能写它了 因为二者会冲突 我需要的是ident就是direction 然后variant是这个up 然后还有这个type是direction up 就这三个东西我需要把它找全了 那怎么样找全呢 我就需要对着那个 刚才那颗语法术 对吧 那我们看到ident 这个 ident是这个direction 就那些attr 是因为我后来这样又加了unuse 所以它多了这个attr 这东西我都可以不用管它 我只关心我要的数据 实际上是direction 我可以从ident里面去拿到 对吧 ident应该是direction 对 direction我可以从这个ident里面拿到 然后var和type 我需要从data里面的variant里面去拿 我必须要确保就是enum 我才可以去拿这里面的数据 好variant里面的话 我可以很方便的 就便利这个variant 可以拿到里面的每一个的ident up和down 然后 那我得去看里面它有没有field 如果它有unnamedfield 并且只有一个的时候 我去拿这个type 然后这个type就在field下面 只要我拿第一个field 然后就可以访问它的type 然后整一个type就可以放到这里面去使用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个type还可以放到这里去使用 就在这个代码里面有时候ident和type 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如果你可以拿到这个ident也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 就是当你能拿到type的时候 这是一个比ident有更多信息的东西 所以你应该去优先去使用 就是这个type 这个也可以用type 这个也可以用type 但是这个目前我们只能拿到它的ident 然后拿到这个 这两个东西之后 这个variant也可以在 就是这里我刚才讲了 也可以都拿到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自动被生成出来了 那down现在 它是 里面field是unit 那我们 在这里处理的时候 会判断 如果它的field是unnamed 并且只有一个的时候 我才去生成对应的代码 然后对于其他情况 如果unit 我就不生成代码 named 我也不生成代码 对 所以 对于up 对于down的话 我们并不会生成from的代码 然后我们再看 如果 我再加这个 left right 然后对于left的话 我有一个 u32 那么 我也会为这个u32 生成对应的direction 所以我可以在let left 等于 比如说 10.into 让它也是一个direction 好 这个是 就有了 就有了 我们叫它up left 好 cargo cargo run 可以看到up和left都正常有from这个trade的实现了 那 这都是通过这个红来完成的 所以 就是 derive 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种 帮助我们减少对一些特定代码撰写的工具 所以 我觉得这个工具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掌握 这样可以让我们少写很多很多的代码 好 那我们再看 假设这个right是一个 呃 u32 u32 这样呢 嗯 我们会为right生成对你的代码吗 这是不会的 对吧 因为它的 呃 这个东西是 大于 cargo expand 刚刚example 我们去看一下enum macro 看它会expand成什么 好 我们看 这个debug我们就不看了 对吧 呃 这里是最原始的enumdirection 有这几个数据 然后呢 debug 是通过那个debug红展开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去看了 你看到它实际上就是对 呃 match一下 如果enum的话match一下去处理 如果是struct的话 它把每一个域都打印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红生成的代码 就是对于direction up for direction 我们去from 然后呃 这个direction up 返回self 然后掉direction up 这个v 然后呃 这个是 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u32 然后处理 然后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没有去处理 那这个代码潜在的有个问题 就是 这可能是这种自动生成红 都可能会带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数据类型冲突的话 那么它会生成两个冲突的呃 代码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conflict implementation fromu32到direction 这是因为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它去生成一个fromu32到direction的代码 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它又尝试去弄一个fromu32到direction的代码 这是不行的 那如果你想让这个代码能继续工作的话 那你也可以像这个direction up这样去 把你的这个数据结构包装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那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弄成a是u32 这样 就是你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这个write它就不会 因为这不是一个unnamed的这个这个结构了 所以这个write就不会生成一个fromtrade的这个代码 对 OK 好 那希望通过这个小例子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 呃 deriveenum的这个主要的功能 那这个getprint我还是保留在这儿吧 呃大家可以就是仔细琢磨一下这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 其实说实话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写红非常的复杂呢 是因为你打交道的这个数据结构 它本身非常复杂 尤其是就我们第一次接触这种 嵌套层级非常多的数据的时候 呃你会 就不知所云 那 就一旦当你熟悉了 你会发现它大体就这几个结构attr 那如果你没有任何attr的话 你可以不用管它visibility 呃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用管它 genex 其实你应该去管它 就如果说这是一个呃 范形的呃 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需要去使用范形 然后 data是你可能需要特别关注的 那这个data里面可能会告诉你 它是struct还是enum 那对于是 这个data 呃 它有struct enum 还有union 对 那这三种 那我这里只关心enum 所以对其他的情况我都 呃会报错 那这里呃我也可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是struct 呃 abc 然后我尝试着给它 derive 呃 enum enum 然后他在这里就会给我panic爆出来 我打印的那个tool enum from only worksfor enum 对 呃 所以 就是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 紧紧处理 这个 enum的情况 然后返回它的variant 其实你这里面就只关心variant 其他的 像 token呀 brace token呀 这你都不用关心 然后对于variant 它是一个array 呃 或者说一个一个vector 你可以iterate它 就这 学会去使用iteration 呃 iterate的时候每一个variant 你 你相当于就拿到这里面每一个variant了 然后拿了个variant 那它这个variant ident 是我们需要的 然后它里面的field 我们需要去考虑哪种情况我们才关心 然后最后 呃 生成代码 那生成代码的这个 这个东西跟我们macro rules里面学的那个 就非常非常的像 对 就是呃 二者是一致的语法 呃 然后 你外面提供的那些 数据结构 过的值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 通过加一个警号 然后去访问那些值 然后那些值的 数据就会被放在这儿 比如说这个ident 现在是direction 然后这个ty 在这里 这个ty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path 最后 最后里面是一个direction up 所以这里放的direction up 所以这里from v direction up 返回self 然后 ident又是这个direction 冒号冒号variable 是这个 嗯 嗯 是这里的这个variant的ident 所以就整个这个代码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生成了一个code的数组 对吧 就每个code是一个token stream 是一个iterate 我们可以再把这些 呃 这个数组里面的东西通过 嗯 repetition的pattern 再把它 就是 弄进来 成为一个token stream 然后成为一个token stream 之后 注意这里是 prog macro2的token stream 我要把它转换成 prog macro的token stream 然后整个转换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cargo expand 来看 我们生成的代码的这个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这一讲的内容 就这么多 呃 希望大家能理解 如何去构建一个过程红 然后这里面一些关键步骤 啊 ok 我们就把代码提交一下 feature support from enum from macro 好 push一下 然后打一个tag data tag 现在是3-3 嗯 嗯 嗯 enum from macro support enum from enum from enum from procedure macro v3-3 ok 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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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壮 硯 煙 好 side 安 rip 成